宝盒殿是故宫外朝三大殿的最后一殿 承担着皇家果宴、仪仗 在紫禁城中,宫与殿有着严格的区分 国室约殿、家室约宫 然而独有宝盒殿却历经五次更名 一宫一殿 那么在他的五个名字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如烟往事呢? 著名学者严重年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带来系列节目 大故宫第一部第九集 宝盒宫殿 在紫禁城中 宏围开阔的太和殿、中和殿、宝盒殿及其广场 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象征着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 清朝入驻紫禁城后 故宫中所有建筑的匾格 均改由满汉两种文字书信 而今日我们所见宝盒殿往南 外朝各殿门的匾额则只有汉字 1915年 袁世凯推行帝制 在紫禁城登记成地 下令去除外朝建筑匾额中的满汉 将汉字举中 宝盒殿是故宫三大殿的最后一殿 也是整个外朝的收束 在明清两代的国家事务中 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那么宝盒殿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严重年先生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带来系列节目 大故宫第一部 第九集 宝盒宫殿 前面我讲了 故宫三大殿的太和殿中和殿 今天讲宝盒殿 宝盒殿的内容很多 我分两讲来讲 今天讲宝盒宫殿 先讲第一个题目 一 宝盒规制 我们都知道 故宫三大殿 太和殿 中和殿 宝盒殿 宝盒殿是最后的一座大殿 这三大殿 我们看 前头是太和门 是齐笔 中间太和殿是高潮 后头宝盒殿是收处 这三殿的宝座 都设在中轴县上 气势宏大 大家知道啊 紫禁城是个城墙围的 四个脚 脚楼 那么三大殿呢 四面也围起来 高墙围起来 四个脚叫重楼 所以可以看出来啊 北京城的中心是紫禁城 紫禁城的核心 就是三大殿围起来这个进城 可以说三大殿这个进城 是紫禁城中的紫禁城 紫禁城中的核心 宝盒殿就是在三大殿的最后 宝盒殿的建筑 规制比太和殿略微低一点 宝盒殿啊 它和太和殿不一样 太和殿东西是十一间 南北近深是五间 宝盒殿第一个档次 它东西是九间 南北近深是五间 九五 符合易经九五之尊 那个九五吉祥数 宝盒殿啊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高 比太和殿略低一点 宝盒殿高二十九点五米 比太和殿低五米 很高啦 相当于十层楼这么高 面积是一千二百四十平方米 大约相当于太和殿一半 还是很宏厚 地上出的金砖 像太和殿中和殿一样出的金砖 这个金砖呢 是哪生产的呢 是在江苏苏州地区生产的 前一段我去看了看 就现在苏州相城区陆牧镇 玉瑶村 这村还有 当年永乐皇帝建紫金城的时候 那个金砖就这烧的 世代相传 工艺相成 一直到现在 现在为了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有这个宝和殿的这个殿顶啊 和太和殿不一样 太和殿我们讲过是五殿顶 宝和殿的殿顶呢 叫做歇山顶 房顶很多 重要的 我们要了解 一个是五殿顶 一个是硬山顶 一个是歇山顶 五殿顶我讲过了 硬山顶啊 就是咱们老百姓住那房 那瓦房 两面那个山墙是垂直的 这叫硬山顶 那个斜山顶呢 它这个房顶啊 是上部是垂直的 下面是斜的 这是斜山顶的特点 天安门端门和饱和殿 都是斜山顶 太和殿 千金宫 昆明宫 等等 都是五殿顶 我们平常 走路的时候都可以看一下啊 你比如说中南海 那个新花门 那个门楼 它是斜山顶 这个规格是很高的 但是比太和殿 矮一个等级 还有大家注意的 就是宝盒殿后头 有一块大石雕 所有到故宫参观的人 都被这个大石雕吸引住了 这个石雕啊 是非常大 这个石头长 16.75米 宽 3.07米 厚 1.7米 重了大约二百 就一块石头 毛料 有人算一下大约是三百多 那它后面这块石头 哪出的呢 出在北京房山大石雕 这么一大块石料 怎么运到皇宫的呀 经过专家研究啊 就是把这个石头在山里开出来 房山大石温到北京一百多里地 怎么运呢 就是在这个路边上 大约一厘左右挖一眼睛 一厘左右挖一眼睛 也挖一眼睛 冬天的时候呢 吸取水来 喝到地面上 这不就结冰了吗 做一个冰船 用牲口 马呀 骡子呀 怎么拖着冰船往前 逐渐逐渐把他运到了 自己车 那这块大石头 为什么安在宝盒殿后头啊 它不安在太和殿前头啊 太和殿前头不是更显眼了吗 有那学者认为呀 当年印 当年运这个石头 就恰好运到这儿了 搬起来不方便 干脆就 就安在这儿那儿了 就安在宝盒殿后头 还有一种意见呢 认为不是这样 他们怎么想呢 他们说 这块石头主要给谁看的 不是给大臣看的 又不是给老百姓看的 老百姓根本进不了紫金城 主要给皇帝看的 皇帝住哪儿呢 皇帝住在千青宫 千青宫出来就是千青门呢 千青门前头就是宝盒殿 就是这块大石头 所以皇帝上朝出千青门的时候 第一眼就是看到这块石雕 因为这块石雕 首先要让皇帝看得高兴 所以这个大石雕呢 就安在宝盒殿后门这个石垫上 到了千龙的时候 太喜欢这块石头了 因为年久有点风化 他把表面的花纹磨掉了 又重新刻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 中间是九条盘龙 上面是云形 下面是海水江崖 画那个龙 雕刻的龙栩栩如生 谁看了都很振奋 现在我们回过头 还说这个宝盒殿 这个宝盒殿的名字啊 跟三大殿有相同地方 有不相同的地方 我们知道太和殿 中和殿都是三个名字 宝盒殿呢 它是五个名字 第一个名字 永乐皇帝建三大殿的时候 取了南京宫殿的名字 就叫做奉天殿 华盖殿 锦身殿 锦身殿就是宝盒殿 为什么叫锦身殿呢 就用了一个典故 就是孝经里头有一句话 叫锦身结用 锦身就是锦身 心和身 结用爱民 取了这个意思 到嘉靖四十二年 重建三大殿 又改名字了吗 改名字叫黄基殿 中基殿 建基殿 所以宝盒殿的第二个名字 叫建基殿 这建基两个字啊 它也有典故 出在上书 叫做黄基 黄建基有吉 什么意思呢 就是帝王治国的准则 这是第二个名字 第三个名字 就是顺治靖观之后 又可以改名字了 叫太和殿 中和殿 宝盒殿 把建基殿改成宝盒殿 也有典故 来源于哪呢 来源于义经 义经说啊 宝盒大和乃立真 宝盒的和是合作社的和 大和呢 是和气和睦的和 它为了跟太和中和协调起来 所以用了和气和睦的和 宝盒殿 意思是保持和谐 社会安定 这个意思 宝盒殿 除了锦身殿 建基殿 宝盒殿 之外 还有两个名字 这两个名字是什么呢 我 后面还跟大家说 您现在收看的是 宝盒殿 却曾经两次改名为宫 这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呢 下面我讲第二分 二 一宫一殿 大家就想 顾宫的宫殿 它有个特点 宫是宫 殿是殿 殿 比如说太和殿 宝盒殿 主要是政治和行政的功能 公 比如说千秦宫 昆宁宫 它主要是地后和其他人员居住的功能 就秦宫 这个宝盒殿 它为什么我说它一宫一殿呢 它又是宫又是殿 这里头我就要回答刚才说一个问题 就是宝盒殿有五个名字 讲了三个 还有第四个 第四个叫做卫玉宫 地位的卫 教育的玉 宫殿的宫 卫玉宫 那宝盒殿 它本来就是殿 干嘛叫卫玉宫呢 一定是有人在这住过 谁在这住过 就是顺治皇帝在这住过 顺治元年1644年9月 孝庄太后带了七岁 虚岁的顺治皇帝 就到了北京 住哪 当然就住在千秦宫了 住了不久就发现一个问题 用千秦宫啊 年久时休 夏天还露雨 那就皇帝怎么住啊 这孝庄太后和瑞秦王多尔鬼商量 就挪个地儿 把这个千秦宫修理去 挪哪儿呢 就挪到宝盒殿 这是顺治三年 挪到宝盒殿就不能叫殿了 皇帝哪能住殿呢 叫宫啊 叫什么名字呢 就孝庄太后和多尔鬼商量啊 改了个名字 叫做卫玉宫 就是宝盒殿 本来是想展示住一下 修理好了 再搬到千秦宫 一住啊 就是十年 住到顺治十三年 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呢 当时中原战乱 国库财政枯竭 入不敷出 所以这工程就一再往后推迟 到顺治十三年 才把千秦宫修好之后 他才搬回到千秦宫 但是注意啊 顺治皇帝在卫宫住的时候 有一件大的事情 就是他大婚在卫宫 我们注意啊 明清在北京故宫二十四个皇帝啊 大婚在卫宫就在宝盒殿 只有顺治皇帝 所以我在这里把顺治皇帝大婚的情景 跟大家做个介绍 顺治八年 就是1651年 八月十三 孝庄太后给他择了良辰吉日 这一天顺治大婚 多大呢 十四岁 这大婚怎么进行呢 主要分四步 第一 策立 这天早晨起来 顺治皇帝穿着朝服 就到了太和殿 文武百官 齐积太和殿 做什么呢 就是策立皇后 皇后是谁呢 皇后是孝庄太后的亲侄女 克尔信 朱利可图亲王 吴克善的女儿 叫波尔纪吉特士 策立皇后都有策文 这策文呢 是金的 写上文字 顺治皇帝到这儿 来看这策文 这是一 还有二 就是玉兮 皇后的有印呢 做好了 也格在这个玉岸上 顺治皇帝拿手看了 完了就派官 用彩庭 装了这个策文和玉兮 就到皇后家 皇后接了之后 冲了北 就冲了紫金城的方向 行 六拜三跪 三口礼 先拜 拜完了以后 跪下一口 再起来 再跪下一口 再起来 再跪下一口 三跪三口 六拜三跪三口 兴了大礼之后 这时候喊 齐年 皇后做的那个奉年 就是华教 对不对 做华教台的 奏了乐 第二 就要进皇宫 这是第一 就是策利 第二呢 就是迎娶啊 把新娘给迎到皇宫里头 华教 华教 就是奉年 从哪进呢 进是大清门 大清门 中门 大清门 往了天安门 往了端门 武门 太和门 一律是中门 进了太和门 到太和殿前 夏年 就下轿 小皇后下轿 下轿以后 就穿过了太和殿 中和殿 就到了宝和殿的 这个地方 这时候顺治皇帝在哪呢 新郎啊 皇帝穿了礼服 就在卫宇宫 也就是宝和殿 接这个皇后 第三呢 就是行礼 就举行结婚的典礼 行礼是顺治皇帝先到太和殿 亡武百官啊 袭击在太和殿前 玩了举行隆重的礼 之后呢 顺治皇帝再回到 巫宇宫 就是宝和殿 向谁行礼呢 就向太后 孝庄皇太后 行三贵 九寇大礼 那皇后怎么办呢 皇后帅成女眷 所有的女眷 向皇太后 行六拜 三贵 三寇大礼 举行隆重礼仪 之后 第四步就是喜燕 这是明清 五百多年 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皇帝大婚的 洞房在卫宫 也就是宝和殿 我前面讲了 宝和殿有五个名字啊 刚讲了四个啊 还有一个呢 这个就是清宁宫 清朝的清 安宁的宁 宫殿的宫 清宁宫 清宁宫怎么回事呢 就是顺治皇帝24岁死了之后 八岁的康熙来继承皇位 就是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住在哪呢 就住在千秦宫 就他父亲原来住的地儿 顺治皇帝那次修千秦宫啊 就工程修的质量不好 是时间太紧 还是有人偷工减料了 咱们就不必深究了 就没修好 下雨的时候 外面下大雨 宫里下小雨了 你说一个皇帝 这怎么可以呢 这时候座熙已经死了 小庄呢 是太皇太后 太皇后一看 心疼那这孙子下雨 屋子漏雨 怎么行呢 他就决定了 让康熙皇帝 展示搬到宝盒殿 修理这个千秦宫 康熙皇帝就搬了宝盒殿了 搬宝盒殿 你不能叫殿呢 还得叫宫啊 叫什么呢 叫魏玉宫吗 是他爸爸时候也不合适啊 还是小庄太皇太 我想了个办法 想什么办法呢 就是当年皇太极 在圣经 就现在沈阳 皇宫住的那个宫 叫做清明宫 这时候小庄是住的永复宫 小庄就叫清明宫吧 这样就勾引起了他当年庄妃 在圣经皇宫的历史的记忆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 宝盒殿由于是外朝的收束 由于前清宫相邻 在附近城中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对于皇帝而言 南面治国北面齐家 在家与国之间 宝盒殿注定要发生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 见证岁月无情的沧桑 宝盒殿呢 发生很多的历史的事情 我今天特别要说一下宝盒殿后面平台发生的历史 所以我讲第三个问题 三平台招队 平台 在什么地方 是个什么样子 小说 电影 电视剧 等等 平台 是楼台 甲山 人工湖 树木 花草 其实 宝盒殿后头有个后左门后右门 后左门后右门 明朝又有个名字叫做平台 皇帝在平台召见 主要是在后左门 就是靠东门那个门 为什么在后左门召见呢 我想这道理 用皇帝住在千青宫 从千青宫出了千青门 现在千青门到宝盒殿后左门 距离多少 前不久 我们拿瓶尺量了一下 大约三十米 很近很近 就很方便了 就在这门这召见 这门呢 它上面是个门楼 底下就是个门道 那皇帝召见后头呢 有这个隔扇 把它拉上 就起一个屏障的作用 把宝座安上 就在这接见 这屋子很小 多大呢 东西长 我们测量了一下 是15.65米 宽8.5米 总的面积是133个平方米 很小了 他在这召见大臣 明朝 我查了一下 明史记载 现在能查到的 在这召见大臣有十多个人 其中冲真朝最多 冲真朝 在这召见皇里著名的 有三个人 一个叫金光臣 一个叫秦良玉 另一个叫袁冲桓 我先说金光臣 金光臣是安徽全朝人 冲真元年就是1628年 中了晋史 后来给他派个官 要御史 管检查的 有一天啊 这个金光臣就到西城啊 去巡视 正好撞上一个冲真皇帝 身边一个太监 叫周二 杀了人了 金光臣一看这怎么得了啊 你皇宫的太监 你不能随便杀人呢 他就立刻上了一个奏章 就请求把周二捉拿归案 正法是中 奏章刚上到冲真皇帝 看的时候啊 这个周二就在冲真皇帝身边了 这周二一看情形不好 马上就给冲真皇帝跪下了 就磕头啊 求饶啊 请圣上饶命啊 冲真皇帝说了八个字啊 词国家法 朕不得思 冲真皇帝对金光臣就留下个印象 这个臣很忠 一次冲真皇帝就召见金光臣 听听他对国家有些什么敬言 金光臣果然耿直啊 滔滔不绝的说 批评冲真皇帝的施政 冲真皇帝就不大高应 你老说他短重他不高兴 特别说他的痛处了 说现在军队这么重要 不派官员去监军 派太监去监军 太监他不懂军事怎么监军呢 说到这儿冲真皇帝不高兴 冲真皇帝说 我本来要派官员去监军的 官员贪生怕死 派了三天都不出发 我派太监去监军 当天就启程 太严厉 这个金光臣呢 就还是争 批评冲真皇帝 冲真皇帝就发怒了 注意啊 旁边官员都很紧张啊 皇帝发怒不得了啊 轻则罢官 重则停障 慎则 啥头啊 正在大家紧张的时候啊 突然暴风骤雨 雨下得很大 那个雨就 吹到了平台了 官员们把那宽的袖子伸起来 遮着这雨 冲真皇帝 稍微谎和一点 这金光臣还是揍 还是批评 冲真皇帝就又发火了 那官员下着有点哆嗦了 认为金光臣完了 肯定要杀了他 正在这时候啊 一声惊雷 冲真皇帝坐那个玉座啊 就感到震动 冲真皇帝一静 是不是上天在示警啊 马上就收敛了一点 一挥手 退下 那些官员呢 才松了一口气啊 私下说 老天爷就惊雷救了金光臣一命啊 但是重真事后啊 气消了 觉得金光臣还是为他好啊 为你们诸家好啊 后来到重真晚期的时候 重真皇帝又想到金光臣 又召见他 听他有什么建议 这次是晚上 金光臣到了平台 点上蜡烛 很晚了 深夜了 跟这个金光臣谈 珠光摇曳 夜色已深 重真皇帝坐了龙椅 侧着身 听金光臣在那 讲他的建议 但是这个时候啊 重真朝是大势一去 无法挽回 不久明朝就亡 重真皇帝在平台召见的 不仅有文臣 还有武将 这武将就是秦良玉 秦良玉啊 他先生是云南石柱悬浮史 有一次地方发生了骚乱 秦良玉的先生呢 就带了军队去平西 秦良玉啊 他是能文能武啊 文能知书达理 武能常遇其射 他带了五百七兵 跟着他丈夫去了 把事情平息了 他丈夫和他带兵都回来了 不久 他丈夫就死了 死了呢 这个秦良玉啊 是父带夫职 带着丈夫职务 管理地方和军队的事务 这秦良玉啊 是有点绝的 他帅领这个队伍啊 他那个兵呢 叫白杆兵 白颜色的杆 白杆兵 有人认为可能就是他那个 那个枪啊 是白颜色杆 这个兵呢 是军纪严明 部队整部 所到之处 秋毫无反 我们知道是冲真二年 就是1629年 黄太极率领八旗军队 达到北京 北京成为了 冲真皇帝 紧急的时候下令 号召全国各地秦王 就军队坐到北京来包围北京 秦良玉 秦良玉得到这个 玉职之后 他就积点兵马 送云南啊 真是千里 数千里迢迢啊 就赶到北京 沿途 没有军饷 自己出家前 自己家里出钱 补充良想 整个一路 军队 军纪非常严明 不强 不战 老百姓的 一粒粮食 这个时候呢 是黄太极的军队已经退出了 他到北京 冲真皇帝很感动 召见的时候 冲真皇帝就表彰他 而且当场附了四首诗送给他 这是女将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 男将呢 就是接见 冤军 冲真皇帝在两年的时间 三次在平台召见冤军 我在冥王秦兴六十年里面 详细讲的这事情 最后 冲真皇帝还是 相信了黄太极的反见计 还有其他因素 对袁冲焕处以折行千道万寡 演成了千古悲剧 后来冲真皇帝也在眉山上吊自杀 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 讲到这里 我就想起了一个事情 就是冲真皇帝啊 他能够见忠臣能臣 但是他不能信忠臣能臣 而信用谁呢 信用太监和监定之臣 这时候我想起了齐国 齐桓公 齐桓公是英明一世啊 老了也糊涂了 他身边最从兴的三个人啊 一个叫树雕 一个叫义雕 一个叫义雕 一个叫开芳 一个叫开芳 这个树雕啊 自宫做太监 到齐桓公身边 次有齐桓公 想不想很高兴啊 你很忠于我呀 另一个呢 就是义雕 义雕给齐桓公做饭 做了很好吃 齐桓公很喜欢 一天齐桓公说 山珍海味我什么都吃了 就是一样东西没吃 义雕说什么都没吃啊 就是人肉没吃过 义雕听了之后呢 回家他一个三岁的儿子 给栽了 用了肉做了饭 给齐桓公断上来 今天味不一样还是什么呢 说把我儿子杀了 用他肉做了 齐桓公没有批评的 还挺高兴 你对我真忠啊 把儿子都杀了 肉给我吃了 还有第三个就是开芳 开芳是魏国的公子 本来有可能继承魏国的王位 他崇拜齐桓公就到齐国来 放弃王位 这么三个人 伺候的齐桓公 舒舒服服拍呀 拍马屁呀 拍得齐桓公这高高兴兴 齐桓公的宰相 管仲看出来了 管仲临时跟他讲 说这三个人呢 是奸命之人 他儿子都能杀了个人肉吃 他不能把你 怎么着啊 意思他也可能把你给害了 齐桓公听不进了 觉得这三人太可爱了 小人往往表现是可爱的 最后齐桓公的晚年呢 就这三个小人作乱 很困难 最后连水都合不上了 齐桓公啊 堂堂一代齐桓公啊 死了之后啊 三个月关着门不能发丧 尸体都长得蛆了 取从窗户里的缝人往外也去 所以齐桓公最后悲剧的结局 和冲真皇帝最后悲剧的结局 有相似之处 这个就启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思考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个国君能不能用忠臣能臣 如果用忠臣能臣 事业还可以发展 如果不能用忠臣能臣 而用太阶奸臣 那么这个王朝可能就要夸台 这里面就是明史元崇欢传 记载了元崇欢的一句话 这句话 启发我们的智慧 明史元崇欢传说 勇猛突敌 敌必愁 奋训立功 众必记 任劳则必招怨 蒙罪时可有功 怨不深则劳不住 罪不大则功不成 这一段历史就发生在 宝盒店后座门的平台 宝盒店后座门平台 虽然已经化为历史的成绩 但是见证了历史的人们 期望这类历史悲剧 永远不再重演 这一讲就到这 下一讲继续讲宝盒店 谢谢大家 宝盒店是故宫外朝三大店的最后一店 在明清两代承担着皇家国宴 礼仪 科举等重要职能 尤其重要的是 从清朝乾隆年间之后 宝盒店成为科举考试店式的固定场所 在这里 新科晋士们穆皇恩排名次 求得公民不如是图 所以宝盒店不只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场所 更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神圣殿堂 那么宝盒店的电视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著名学者严重年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带来系列节目 大故宫第一部第十集 宝盒店是 即将播出的是 创新